轻快铁格拉纳在野干线上个星期 在上下班高峰时段发生技术故障 乘客怨声载道 交通部长陆赵福今天亲自乘搭轻快铁突击检查 下令任何服务只要受影响超过15分钟 最高管理层就得召开记者会交代 同时交通部也正探讨举措 以鼓励民众在非高峰时段乘搭轻快铁 减缓严重超载的情况 公共交通是不少上班族的代步工具 不过轻快铁格拉纳在野干线达麦站上个星期二 分别在早上八点及下班时间发生讯号传输系统故障 导致班次严重耽误至少三个小时 为此交通部长陆赵福今天在副部长卡马鲁丁 和国家基建公司高层的陪同下微服出巡 早上八点半从轻快铁武吉加里尔站搭往达麦站 一起探讨故障噪音 结果显示讯号传输系统出现问题是导致 轻快铁故障的原因 陆赵福表示轻快铁管理层将彻查 格拉纳在野干线装有讯号传输系统的13个站点 确保不再发生类似故障 并下令管理层往后必须及时交代任何故障事故 国家基建公司也受处提呈美月报告 向交通部汇报轻快铁和捷运故障或颁次延误次数等详情 当局也会将报告上载到交通部官网让大众浏览 轻快铁格拉纳在野干线 每天早上七点到九点的载客量达到百分之一百二十八 而下半时间下午五点到七点的载客量达到百分之一百五十 这是严重超载的 那交通部为了减缓这种情况 正在研究一种如何鼓励民众在高峰时段以外的时间 承搭轻快铁的方案 所以这方面我们肯定在管理层方面要看怎样来manage 那个时间表 那么可能在这个train set方面我们要增加 那么第二点我们现在要考虑的就是 怎样来鼓励一些人用在non-peak hours 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是要赶去上班 如果那个上班的时间 有flexible的上班时间 我可能过了九点 那个票可能会便宜一点 这个是我们还考虑中的 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正落实 另外国家基建公司将在明年初提升安班干线电子看板 显示轻快铁预达时间 方便搭客 八度空间陈欣怡巴达林在也报道